所以我们与法正中所听见的道理 其实我们听了道以后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有一些人听了道的时候 就是在找这个牧师讲道 毛病在哪里 有的人听了这个道 就是他自己做不出来 他敢讲 就轻看批评他 不是的 耶稣基督说 当法利赛人坐在位上传讲律法的时候 你们要听他 但是不要效法他的行为 你明白吗 表示着虽然他不好 他讲的如果是上帝的道 你还是要听 你还是要尊重 因为这是神的道 所以我们要尊重 我们一发正中所听见的道理 第一节的前半句 告诉我们要尊重神的话 要看重神的话 尊重的态度回应神的话 第一节的最后一句怎么讲呢 恐怕什么 恐怕我们 水流失去 我被这节的圣经提醒了 我很大的感动 因为许多说 我们这样想 如果这个道我没有听 不要紧 这个道水流失去 下一篇道我再不听 又是他水流失去 我在这里道水流失去 所以道水流失去 我都平安 反正得救了 所以这些人就以得救作为一个 就对的保障 那听到多少不要紧 明白多少也不要紧 行到多少也不要紧 只要得救 许多人对我说 灵恩派的人也得救嘛 极端灵恩派的人也得救 为什么要这样紧张 讲这么严肃的道理 我们也是这样欲弱性的基督教就可以了 我告诉你 那些不尊重上帝的道的灵恩派的人 得救的人很差 我今天讲这句话 那些不以基督死与护和的争议 传福音的教会 里面得救的人很差 我相信那些跟参加Benny Hint 参加Toronto Blessing的那些人 如果他以为那个就是基督教 他们可能从来不明白什么叫得救 得救是借着基督的死与护和所成就的救恩 圣灵感动我们 使我们愿意为罪悔改痛苦 因为有新的生命沉浸在我们里面 那我们就在神的儿子里面 与他同时与他同活 这样的人才得救 那今天呢 我们所听的不是这些 听的就是信耶稣 我们就可以成功 我们就可以丰富 我们就脱离各样的愁苦 如果我们奉献 上帝就给我们设备 我们再奉献再给我们设备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叫做买彩票的祝福 这个叫做用吊耳吊上帝 在基督徒 这不是圣经的教训 这样的人怎么得救呢 是你把神给你的 设分之一给上帝 不是你给了他 他把酒费再加给你 没有这样的教训在里面 这是把圣经完全颠倒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很可怜的 求主怜悯我们 越发正宗说听的话语 如果我们正宗说听的话语 那我们就不能够为力 愤乱上帝的道 我们不可以为赌服 来讲上帝的道 我们不能够谬讲 上帝已经启示下来的道 我们不能够随便 错觉上帝的道 一个正宗上帝的道的教会 正宗上帝的道的传道 一定按正义分解上帝的道 这是圣经的话 嗯 嗯